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还没有带听众朋友 走出录音室之前 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正经验堂 它为什么叫古迹 在还没有介绍中正经验堂之前 我先考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一个建筑物 它几岁可以被定为古迹 是200岁 100岁 还是50岁呢 如果我来猜 应该最少要100岁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百年老术 应该要最少100岁来当单位 如果以上这三个答案 你选了一个 或者像这个基民说的是100岁的话 那你就错了 事实上一栋建筑物是不是古迹 跟它的年龄没有关系 我们就以中正经验堂为例 中正经验堂是民国65年10月31号开始动工 到民国69年4月5号完工对外开放 到今天为止35年 才35年 它就是一个国定古迹 它在民国96年的时候 就被定为国定古迹了 所以你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中正经验堂35年 然后是一个国定古迹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中正经验堂被定为国定古迹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是因为中正经验堂 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第二个原因呢 则是中正经验堂 它的建筑物具有稀扫性 那今天我们会就建筑的稀扫性 来跟大家做介绍 中正经验堂整个站地呢 是有25万平方公尺 可是呢 并不是25万平方公尺 通通都是古迹 那古迹的部分呢 只有中正经验堂的主体建筑 一直到自由广场的牌楼这一段 那其他中正经验堂园区里面 还有国家戏剧园跟国家音乐厅 那这个都只是文化建筑而已 那中正经验堂在还没有盖中正经验堂之前呢 这么大一块地哦 它从清朝开始就是军事用地 然后到日据时期呢 它依然是军事用地 然后在地幕上是被定为营编段 国民政府迁都来台之后呢 它就成为了陆军总部 所以这个在民国70年代 陆军总部迁移之后呢 中正经验堂这块用地呢 曾经想被定为这个商业金融重镇 可是因为蒋公的过世 所以临时需要一大片地呢 来盖这个纪念馆 因此就成为了中正经验堂的一个建筑用地了 那中正经验堂的设计者是杨卓成先生 可能很多人呢不认识杨卓成先生哦 台湾早年的这个建筑地标是原山饭店 他就是杨卓成所设计的 然后另外呢 像司令官邸 慈护林寝 也都是杨卓成先生所设计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介绍了 杨卓成先生设计的这一栋 中正经验堂的建筑物 它的特别在哪里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屋顶哦 这屋顶叫做重岩八角斩尖顶 重岩呢就是两层屋檐 八角因为它是有八个边哦 形成一个正八角形 然后斩尖呢 在这个中正经验堂的屋顶上 有一个黄黄的那个宝顶 它叫做斩尖 因为斩是一个提手旁 在一个赞成的赞那个字 那斩的意思呢 就是存或者是累积 我们常常会说 我们要把钱斩下来 也就是我们要把钱累积下来 那中正经验堂的这个斩尖顶 它斩了八个角 所以它就叫做斩尖顶了 至于为什么要设成八个边八个角呢 因为它代表了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八德 然后中正经验堂的屋顶呢 是蓝色的 然后墙面是白色的 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徽 青天白日 它盖在一个台积之上 这台积有三层 那三层的意思呢 代表着是三民主义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中正经验堂的这个外观了 再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中正经验堂堂内的一些建筑 很有趣的一些设计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 叫做梁房彩绘 在两根柱子的下面呢 就会架上一块厚厚的木片 那片叫做梁房 为什么要架梁房呢 因为柱子跟梁呢 要去支撑一个屋顶 那以前的屋顶呢 是屋瓦很重 如果你光用梁跟柱的话呢 这个支撑力就会单薄 那我们在这个梁的下面呢 加一片这个梁房呢 支撑力就会比较重一点了 它可以支撑比较重的东西 那又因为呢 这个木头做的东西啊 它容易受潮 还有呢就是被柱掉 因此我们就要在上面 上上油漆了 所以就会有梁房彩绘 这个东西出现 确实因为以前的房子 都是用木造的 对彩绘呢 因为我可以上上 很漂亮的一些花纹啊 你知道中国 一开始都是封建制度 封建讲究的呢 就是阶级嘛 那我既然可以 任意的画上一些图案 我为什么不可以 在这个图案上呢 做一些阶级的划分 所以呢 我们就有了 梁房彩绘的阶级 因为你的阶级不同 而可以有不同的一些文士 在清朝的时候呢 梁房彩绘被分成三级 就是和谐彩绘彩绘彩 跟苏式彩绘 那这三级是不是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什么样的官 能够用什么样的级续彩绘 在清朝的话呢 皇帝才可以用和谐彩绘 一般名家呢 就只能用苏式彩绘 那这三个彩绘呢 如果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 可以去怎么样去分辨 什么是和谐彩绘 什么是玄绘彩绘 什么是苏式彩绘 一幅梁房彩绘呢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呢 最中间的那块图呢 我们叫它做仿星 再来仿星的两边呢 紧接着它两边呢 是枣头 然后梁房的最左最右边呢 就是盒子 那分割仿星跟枣头的 那个折线 我们叫它做三亭线 然后分割枣头跟盒子的呢 那两条竖线呢 我们叫叫菇头 所以仿星 枣头跟盒子 这三个部分呢 就成为了一幅完整的 两方彩绘 如果是和谐彩绘呢 这三部分呢 通通都是龙或缝的图案 那如果呢 是玄织彩绘的话呢 就会在枣头的地方 出现那个螺旋纹 海藻纹 那如果是苏式彩绘的话呢 那图案就非常的丰富了 可以是花鸟 虫鱼 也可以是神话故事 也可以是忠孝结义的故事 通通都可以 目前呢 我们最常见的 也都是苏式彩绘 在庙宇里面 或者是江南建筑呢 通通可以看到苏式彩绘了 方老师 你刚刚讲到这个苏式彩绘 它是一般有钱人家就可以画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的题材是更丰富 它就是龙凤不能乱画以外 其他都可以 没错 方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中文经验堂 它这个室内 我看到两个盆的 它两个都是梁方 因为中文经验堂的建筑物比较高 一片梁方才会的话 可能不够 所以我们就会有两片 如果建筑物比较高的话 通常都会出现两片梁方 那上面的那片就叫上方 下面的这一片就叫做下方 那我们的梁呢 是包在那个天花板之上了 哦 被天花板包起 那天花板我看到很漂亮 那是不是应该也有很多故事可以介绍 没错 这个天花板 在古代的时候呢 被简称为天花 那这个天花呢 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用横的木头跟直的木头呢 把它交叉成一格一格 然后在这个格子上面呢 我们就会铺上这个木板 然后木板在格子之上 所以我们由下往上看呢 就会看到像棋盘一样的 这个一片天花哦 那这样子天花 我们就称它为平棋天花 因为它像围棋的棋盘 那如果说呢 我们把这个木板呢 包在这个格子的下方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格子都挡住了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格子 这样子是不是很像一片海水一样哦 平波 没有任何的波纹 所以这样子的天花 我们就称它做海曼天花 那不管是海曼天花或平棋天花 在中央检验堂你都可以看到 因为如果你从大中门 大校门的两边进来呢 到这个中央检验堂 堂内的时候呢 抬头看 通通都是平棋天花 如果你进到中央通廊的话呢 中央通廊有一片哦 可以看到的是海曼天花 听众朋友如果很难去想象 其实就到现场看一遍是最快 如果一格一格就是平棋啊 那如果一整片就叫海曼 像海水一样一大片这样子 对没错 那不管是平棋天花或海曼天花 其实在这个天花的作用里面呢 都是一样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三个哦 第一呢 你看啊 我们有这个天花 我们就隔绝上了这个 屋顶上面的梁跟柱 我们把它包起来了 所以你就看不到梁跟柱了 是不是比较美观一点 嗯对 然后呢 第二个呢 你把它隔绝起来以后 这个梁柱上面 如果脏东西掉下来呢 也被挡在这个天花上面了 就不会直接掉落到屋内 也就有那个清洁的作用 第三个呢 这个它有达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哦 冬天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都会下雪 下雪的时候 你不可能每天呢 都上去屋顶上残雪 因此屋顶上都会有积雪 积雪以后呢 屋顶会变冷 冷空气会下降 那你就会降到屋内里面来 就会变得非常的冷 室内很冷了 那如果你有天花呢 把它隔成一个空间的话呢 冷空气会被隔在上面 所以呢 屋内呢 就会比较暖和了 接下来我要讲 另外一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哦 你觉得在中国 最吉祥的一个动物是什么 当然是龙哦 没错 它除了吉祥以外 它有一个身份地位的表征 我们中国人啊 很喜欢讲自己是龙的传人 所以有龙的话呢 一定会放在非常明显的地方 对不对 对 那你来中生经验堂 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地方 有没有看过龙 最明显应该是 音乐厅跟戏剧院旁边 是不是都有那个龙的 那个水柱 滴水的 其实中生经验堂 有出现龙的地方哦 嗯 并不是这么明显的地方 那些屋顶上的啦 那些龙都不是真正的龙 他是龙的儿子哦 那其实中生经验堂也有龙 真正的龙出现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天花板上 啊 真的吗 对 所以我要带大家看一下呢 天花板上的龙怎么看 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平气天花 有很多小格子 对不对 以后你就不妨仔细看一下 每一小块的这个天花板上 他的龙哦 是在哪边 一小片的天花板 他的四个角 我们称他做岔角 岔路的岔 那这个岔角呢 的四个角呢 都会有两条龙 仔细看一下那两条龙哦 就是折线形的 这样的龙我们称他做拐子龙 那四个角就有八条龙哦 然后呢 在这个格子的中间的这一块图案呢 我们称他做圆光 那圆光呢 五个那个纹路哦 看起来是像中国古代的乐器 它叫做庆 古代乐器的庆 庆的这个上面呢 有一颗圆圆的珠子 那颗圆圆珠子是球 球的旁边呢 有两条龙 这两条龙在抢那个珠子 所以呢 他是运动中的龙 所以我们称他做行龙 那这一组龙呢 他叫做双龙抢珠 有五组双龙抢珠的龙 所以就有十条龙 所以你看看这一片天花板上呢 就有几条龙了呢 十八条龙 没有错 然后你再抬头看一下呢 我们的屋顶上 有多少片的小天花 很难算 应该有一千片吧 我也没有算过 非常的难算 可是每一小片都有十八条龙 所以可见呢 这个龙在中正经验堂里面 他有非常的多 但是呢 他只是把古代的一些图案 放在现代的建筑里面 并没有那么多尊贵啊 那种意义在里面 再说中国人呢 自从汉高祖以来 汉高祖称自己叫龙之子 那所以一般的百姓之家 都不可以使用龙了 但是另外一句话说 天高皇帝远 所以呢这个不能使用龙这件事 只有在京城里面被限制住了 离开京城之外 到处都可以有龙 通通都是龙主 只有中正经验堂 不把龙放得那么明显 只是告诉大家 中国有这么一个东西而已 主持人现在我们就要往外面走 走到中正经验堂 那现在听众朋友就跟着主持人 还有我们的彭老师 我们要到中正经验堂现场去看看咯 走 我们要讲一个是门 门哦 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 一进去人家家里 一看到的就是门 所以门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门也称他做门脸 那我们呢 怎么样来看这个门 这个居住者 他身份地位高低 因为我们常说 这个人的身份地位高或低 就是说他的门望如何 我们不用进去到人家家里 不用登堂入室 我们在门口望一望就可以知道了 怎么望呢 首先介绍一个 在门上有一个大大的圆圈 我们称他做门环 门环就相当于现在的门铃 所以你去人家家里拜访的时候 你要用扣门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门铃作用 然后呢固定门环的呢 这个就叫做门环座 以前的门是木门比较多 你这用门环去扣门的话 铁的去扣到木头的 声音很沉不响亮 对不对 主人听不见 然后再来呢 木头的门用铁去敲 敲久了就会有一个凹陷 对难看 对这个门会被破坏了 然后呢这个下面就会有一个垫块 我们就要用一个垫块 让这门环去扣到这个垫块上面 这样子呢 这个铁的垫块再加上门环 那这样声音就非常的清脆了 对 然后一个门环座 一个门环再加上一个垫块 这样一整组 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呢 他称为扑手 到清朝的时候 他就称为门拔了 那这个门拔或扑手呢 怎么样来决定这个居住者主人的身份地位 就用材质 最高等级的人用铜 那次一等级的呢 席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铁了 所以你去看他家的这个门拔的材质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啊 的居住者他的官位高不高低不低了 第二个判别的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这里有很多圆圈圈半圆形的 这个我们称为门丁 在这个门丁啊 古代有另外一个名称 他叫做子虚眼 子虚是指的吴子虚 为什么称作子虚眼呢 那就是啊 这个吴王夫参啊 派吴子虚去攻打越国的时候 这个吴子虚呢 把越国打败了 然后呢 吴子虚就立主要一举把越国灭掉 但是越国呢 他就贿赂了吴国的宰相叫伯匹 那伯匹接受了贿赂之后呢 就跟夫菜进残岩 夫菜被残岩所获呢 他就射了一把剑给这个吴子虚 叫他自尽 那吴子虚要自杀的时候呢 就跟他的家人说 我死了以后啊 你们要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然后挖出来干嘛呢 挂在东城门上 我要看着有一天啊 越国呢 把吴国灭掉 所以呢 这个圆圆的 像眼睛的东西呢 就叫做子虚眼了 有这么多很可怕对不对 其实啊 门钉啊 它原来是有功用性的 那子虚眼呢 是存为一个传说故事啦 那门钉是做什么用 一千的门呢 是木门嘛 你知道一扇门很大 片门板可以做成一扇门嘛 不行嘛 我一定要很多片门板 对不对 那我要把很多片门板 把它固定起来 那我中间是不是要有一条 横向的木头 把它固定 对不对 横向的木头 一条一条一条的这个木头 我上面要用什么固定 要用钉子 所以呢 我的钉子就钉在这个 横的木头 那个横的木头呢 叫做腰带木 然后钉上钉子之后 你看看那个一个一个钉孔 是不是不好看 所以我为了要装饰它 所以我就有了门钉在这个上面了 所以它等于是钉子的一个盖子 对 把它装饰起来了 钉子的头盖起来 对 可是呢 这又来到这个阶级一世了 对 我呢 后来变成说 你要有当官的人家 才能有门钉 没有当官的人 不可以有门钉 那门钉的倍数呢 是以酒的倍数出现 那你关越大 你的门钉就越多了 所以最多的门钉有108个 是皇帝所使用的 再来呢 九恒九树9981 对 也是皇帝所使用的 在清朝规定呢 63个是亲王等级 45个是郡王等级所使用 唐朝啊 那个刘雨席有一首诗哦 叫做 三不再高有仙则明 水不再生有荣则灵 诗诗漏诗唯无得心 谈笑有洪无 往来无 白钉 白钉是什么意思 不读书的 白钉我们说它是文盲 对不对 然后不适智的人 我们叫它叫目不似钉 为什么目不似钉呢 因为以前读书要干嘛 要求取公民 要考试 考了试以后 你才能够当官 当了官以后 你家才可以有门钉 所以白钉呢 就表示你家里没有门钉 就是文盲了 所以这是陆世民告诉我们的 再来 你看到我们说有门钉 然后有这个门钉 那你觉得门还可以从哪个地方 看出这个人的惯位高低呢 门的颜色 颜色也有分等级 分等级 所以最高等级的是红色 第二级的 他一定没有办法想象 它是绿色 然后白信之家呢 是黑色 所以是红绿黑 所以这个好像杜甫的诗吧 朱门酒肉臭 路有洞食谷 所以那个朱门呢 是红门 就是高官的人家 所以不是黑门酒肉臭 因为穷人家没有酒肉 没有酒肉臭 所以要朱门了 再来呢 还有没有可以看出来的 好 我告诉你 开门的方向 左开右开对开 不 我要面接开 还是我要左侧开 还是右侧开 唐朝有一个规定 三平以上 我的开门 就算我的房子的建地 在大马路的旁边 我没有三平关 我的门不能像大马路开的 我只要委屈自己 往旁边开了 要转向 对 三平以上才能够面接开 所以那个 爱记忆的诗 桑宅那首诗 谁家起甲地 朱门大道旁 这个人的关很大了 它是红色的门 又开在大马路的旁边 然后所以你看它关大了 所以一堂费百万 非常的有钱的关 那刚才提到说了 铺首的形状 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门环座的形状 门环座我们可以有任何的形状 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的关位高低 如果你把它做成几何形 或者只是圆形 或者只有一点点的去把它扣住 也可以 但是你做得越反复 要花越多的钱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通常会做成这个动物的脸谱的形状的时候 我们人家会用的是一种动物叫做焦徒 有一句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焦徒这是龙的儿子 因为龙一个人要掌管天下 分身乏术 所以他就派他的儿子 按照他们的这个才能去帮他去治理天下 当然龙生九子 龙不止九个儿子 九代表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数出来龙的儿子超过十个了 所以这个焦徒这个儿子 他的特性是什么 是好壁 壁就是壁的嘴巴 他嘴巴永远壁得紧紧的 那因为要放在门上面 门是要防小小的 是不是要壁得紧紧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焦徒放在门上了 那焦徒长什么样子呢 焦徒是海底的一个生物 像一个大蚌壳一样 但是他的长相呢却很像狮子 所以我们常常会分不清楚说 门上面的这个门环座到底是焦徒还是狮子 你就可以从他的嘴巴是闭着还是开着的 所以看看中正经念堂的这个门环座 闭着 不 他明明就开着 我的手都可以伸进去了 你瞧瞧 所以他是狮子 张口为狮 闭口为焦徒 中正经堂为什么不用焦徒 因为我们是个观光圣地 我们闭着嘴巴紧紧的 没有游客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用狮子 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辨别这个事情 那开完了门 我们要走出户外了 所以我们下次如果看到有导游带观光客进来说 这是龙之九旨 我们就可以不对这是狮子 没错其实很多人 它是开嘴巴的 对对对很多人是不太知道这个 就会这样子 那其实在大陆上还有很多地方 他们还可以看得到焦徒是闭口的 这还蛮有意思的 可是它闭口它门环把还是可以移动吗 可以啊 因为外面这闭 它还是穿在这个的后面 对不对 那你本来是用两根而已 就是狮子两个牙齿 你现在是一整片 然后它就是那个门环 就会框着那个地方就好了 哦 原来 嗯 现在我们的前方呢 是一个大中门 大中门的牌楼 那在解释牌楼之前呢 就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常会听到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牌坊 对 所以我们会以为牌坊跟牌楼是一样的 那其实它们稍稍有一点不同 那如果是两根柱子 上面有一块横幕 那我们就称它做牌坊 嗯 然后在这个横幕之上 我们有小小的这个楼顶 这个就叫做牌楼 可是牌楼跟牌坊 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可以借由牌楼或牌坊呢 来看出这个贝利牌或贝利坊的人 他的身份地位的高低 那怎么样来看呢 就从肩跟柱来看 什么是肩呢 两根柱子中间有一个门的形状 这个就叫做一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宗门有几间 三间 所以三间就有四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四柱三间 然后有三个楼 嗯 所以叫四柱三间三楼 就是这个牌楼 然后呢 这个每一个小小的牌楼呢 它都有一个名字 最中间这个呢 它是正楼 也叫明楼 然后它的旁边的两个呢 就叫做边楼 好 那我们看着这个柱子的下方 就是整个柱子的下方呢 就有一块长条的石头 这个呢 叫做门枕石 那门枕石哦 不管是牌楼的柱子 或门的柱子 通通都会有一个 把它固定在门枕石里面 因为我们不会直接把它固定在 泥土里面 因为这就回归到我们说 我们怕柱子受潮 怕被腐蚀掉 所以呢 我们就会放在这个 长长的石头里面了 所以呢 在这个长长的石头里面 我们会挖一个洞 然后呢 这个柱子呢 就插在这个门枕石里面 这样子一方面比较稳固 因为你的这个门柱啊 比较不容易晃动 因为你固定在那个圆洞里面了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就可以避免那个槽了 也不会被住掉 因为以前的柱子都是用木头的 对 所以中山堂这个是水泥的 所以呢 你可能看不出来 功能不明显 对 但是呢 它就下面那条长长的石头 我们就叫它做门枕石 那豪华版的门枕石的前面呢 有的人会放一堆狮子 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那也有的呢 会放一个鼓形 像我们现在的看到这个 圆圆的一个鼓形 这个鼓呢 如果放成一个鼓形 那这个门枕石 我们就称它做爆鼓石了 可是我们通常呢 会在爆鼓石上呢 再看到一个 像一个螺旋的螺旋纹 为什么要画上那个螺旋纹呢 因为它代表的是 焦图的图案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放在这个门上面的 那个焦图是防小小用的啊 所以如果你在爆鼓石上 看到有一个螺旋形的 那它就代表的是焦图了 因为它还是要闭门的效果 所以还是要画焦图的图案 对 那这边是画一个梅花的图案 对 好 那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回廊 我们来看回廊很漂亮 在回廊的前面哦 先看看回廊的屋顶 首先要介绍呢 这个屋顶啊 任何一个古代的这个屋子啊 都会有几个主要结构 就是中间的那根重要的那个梁 对不对 我们会称它做大梁 或正极 或者是大极 然后呢 这个沿着这个大极的左右两方啊 我们就会有各梁跟斜极出现 所以一个正极 然后梁跟斜极 这样子屋顶的形式 好像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在屋顶上铺瓦片啊 那怎么铺上去呢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些 跟那个大极平行的这个木条 那个平行的木条呢 我们就要称它做领木 然后有了领木之后呢 再来就要有一个跟它一些垂直的 另外一些小方木条 那那些木条呢 就叫做船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方 有一些方方的 这个就叫做船木 船木它可以方形的 因为木头它可以做成方形的 也可以做成圆形的 所以你看到的呢 方形的我们就叫它方船 圆形的我们就叫它圆船 其实它就是跟那个领呢 去隔成一些小方块 隔成小方块之后 我们上面就把它钉上一层木板 那个木板呢叫旺板 有了旺板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屋瓦 铺在这个旺板之上了 这屋顶就形成了 然后呢 通常的屋瓦不是平平的一片 一定是一个凹形的 对不对 有凹面的也有凸面的 所以通常我们不会全部放凹面 或全部放凸面 我们应该会放一凹一凸 一凹一凸 整个屋顶就会有一个像波浪状的 形形出现 对比较好看了 那凹面的呢 我们就叫做底面瓦 凸面的我们就叫做上盖瓦 这样子屋顶完成之后 可是呢 你这个瓦 因为它是斜坡的 你很容易就滑动 往前全部都掉光了 对 所以我要有一个东西把它挡住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屋檐的最前方都有一个圆形的 像一个烧饼一样 对 圆的铜片一样 那那个呢 就叫做瓦当 阴当的当 瓦当 那瓦当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也叫做瓦底 因为它是屋瓦的最前面一个了 也叫瓦头 然后它就是要去挡 我后面的那些瓦片 让它不要滑落 可是 我那个小小的圆圆的怎么 圆屋瓦怎么去挡呢 所以我的上面啊 我的圆圆的这个屋瓦的后面呢 会有一条长长的 那个叫瓦背 我在瓦背上面有一个洞 然后那个洞呢 就是钉了一个铁 就跟那个木板钉起来了 那瓦当就被固定了 固定之后呢 屋瓦就不会掉了 因为它就被瓦当挡住了 可是你看 我这里面是旺板 然后穿木 通通都是木头的 我硬生生的挖了一个洞 下雨的时候 是不是又把雨水灌进去了 对 所以你看看我的所有的瓦当上面呢 是不是有一个小小凸凸的 有没有 每一个都有一个小小凸凸的 像盖子一样 对 那个盖子盖住了那个钉子 所以它叫钉帽 哦 这样子呢 我的瓦当 还有我的瓦片 通通都不会掉下来了 然后也不会渗水了 然后看完那么多瓦当之后 还有一些是半月型的 对不对 半月型的那个呢 是滴水 就是滴水瓦 嗯 因为如果你想没有滴水瓦的话 我这个雨水在屋檐上垂下来的时候 会四处乱飞 那不好看 而且到处飘 所以我就有了一个滴水瓦 有了滴水瓦 雨水就会沿着那个滴水瓦向下滴 然后你看这样子 是不是会像一个小瀑布一样 会有雨帘的帘幕 然后就会变得比较好看了 滴水瓦就是放在底面瓦前方 对 就是两个瓦当的中间 对 对 这样子整个结构上就会变得比较漂亮了 嗯 好 那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呢 去前面有一些小瓦 那我们到庭院的时候呢 再跟娜解释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就进来到回廊里面 然后我们进到回廊之后呢 中正经电堂的回廊 有屋顶我们称它做回廊 没有屋顶就是围墙 它的回廊一共有1200公尺 然后没有屋顶的围墙有748公尺 那整个就有1948公尺 然后每隔4.5公尺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围墙上面 就有这个窗户 对 这个叫做灯笼窗 也叫花窗 那这样的窗户就有390个 它有26种图形 那这个花窗 灯笼窗在中国的庭园造景里面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是做什么用呢 它叫做移窗异己 对 因为呢 你看我方形的窗户呢 我固定了我可以看出去的视野 所以我从方形的窗户看出去的 就是方形窗户的这幅画 可是我移到隔壁去 如果是一个圆形的窗户 我又看到一个圆形的图画 这样我的家里的庭园虽然不大 可是我是不是就有很多景致多变了呢 所以这就是移窗异己的功能 再加上中国人喜欢在窗花上 就灯笼窗上面呢 去做一些吉祥的一些这个雕刻 比如我们最常看到的呢 是那个葫芦 对不对 它是代表了这个胡气 然后呢是花瓶 代表了平安 也有蝙蝠对不对 那中生健健堂的呢 通通没有这些 通通都是几何造型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呢 我这边的是六边形 真六边形 它代表的就是六合 然后呢这个呢 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方形 对不对 这个两个方形 一个方形代表方正 两个方形呢更方正 这个呢叫做方圣窗 非常方正的意思 做人方正的意思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是扇形的 扇形呢是表示 中国人呢只有文人雅寺可以拿扇子 所以它就代表的是文彩 圆形的是圆满 虽然是几何图形 但是它还是有那个意味存在的 所以我们26种图形都有26种意义 我们目前可以查出来的是有10种 另外还有16种呢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好 再来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屋檐下面的这个柱子 走廊下面的柱子 那这一个柱子分成三个大部分 最上面的叫做柱头 然后中间的叫柱身 最下面的叫做柱厨 柱 或柱字 也叫做柱顶石 那最常被称为柱墩 那这个柱墩是做什么用的呢 又回归到我们说的木头的问题了 防槽 对 防槽 所以呢我不把这个柱子直接固定在地上 我就把它弄了一个这个柱子 然后呢把这个柱子插在这个柱子里面了 除了防槽以外还有一个功用 你看这个柱子要固定的这些屋顶 然后呢柱子如果不够粗的话 它被固定的面积就不够大 所以它就会加大它的底面积 所以这底面积比较大的时候 就会比较稳固 所以它有一个加大底面积的功能 然后呢 在以前的这个清朝的那个工程做法里面 有规定这个柱子呢它要多大 如果柱子呢是七寸的话 柱子就要一尺四寸 所以它的直径就是它的两倍大 然后呢再看到我们这柱子的 跟这个梁的这个 十字交叉的地方 会有一个三角板 对 这个三角形的板子呢 这个呢我们叫它做 确剔也叫擦角 确剔或擦角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三角板 去顶住这个梁的话 我这个梁可能会塌下来 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个梁柱啊 可以保持在这个九十度的样子 不容易塌陷 所以这个呢就是确剔的功能 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回廊呢大概就把它讲完了 跟大家介绍的是中生经验堂的自由广场的牌楼 如果呢你站在中生经验堂的堂体的正前方 你就会面向自由广场 在自由广场的左右两方各有一栋房子哦 它左手边呢是国家戏剧院 右手边呢是国家音乐厅 很多人呢会分不清楚哦 哪一栋是音乐厅哪一栋是戏剧院 因为他们的屋顶很像 可是下一次大家不妨仔细看一下哦 在国家音乐厅的这一栋房子呢 它的左右两侧哦 有一个蓝色的花纹的图案哦 那个呢叫做三花 那这两栋房子呢 他们的屋顶都非常的特别 也有特别的名称哦 左边的叫做从严无垫顶 右边的叫从严歇山顶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说 中国是封建制度 很多事情都讲究阶级的 那么我现在要考你了 如果在你不知道情况下呢 你会认为是国家音乐厅的这个 建筑的位阶比较高呢 还是国家戏剧院的位阶比较高呢 如果问我我觉得是音乐厅 因为它看起来比较漂亮 嗯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因为它比较繁复哦 事实上啊 中国自古以来都讲究左中右背 所以说呢 在你不知道任何的状况的情况下呢 你的左手边的呢 一定是位阶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的左边呢 是国家戏剧院 那我们的右边是国家音乐厅 所以说呢 一定是国家戏剧院的这个屋顶的位阶比较高 事实上也是如此哦 以前的房子的等级哦 我们分成了四种 分别是吴殿鼎 歇山鼎 悬山鼎 跟印山鼎 那在每一个朝代呢 都有不同的规定 但是呢 都不外乎哦 吴殿鼎哦 是皇帝才可以用的 至于歇山鼎 悬山鼎 是什么人所用的呢 就有不同朝代 有不同的规定哦 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从延屋殿鼎 如果大家曾经去过 中国大陆去游玩的话呢 好像会觉得很面熟哦 这两座建筑物 事实上在北京的故宫 也就是直径城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模一样的这个样子的屋顶哦 国家戏剧院的从延屋殿鼎 就像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一样 然后国家音乐厅呢 就像宝和殿一样哦 那不管是太和殿或宝和殿呢 他通通都是皇帝才可以用的 只是作用不一样 皇帝在太和殿里面呢 会登基大典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还有这个攻打边疆民族 要授旗的时候 或者是大节日的时候 他接受百官朝拜的时候 都会在太和殿里面举行 那他在宝和殿里面做什么呢 其实作用不一 但是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是 从乾隆皇帝开始的时候呢 宝和殿呢 会被使用做殿前遇事的地方 以前考试哦 会有什么秀差啊 举人啊 近世啊 那到这个皇帝要点选 状元宝免叹花的时候呢 就会在宝和殿里面 举行殿前浴室了 那这两座屋顶呢 上面啊 都会有一些这个小动物 接下来就要为大家介绍 那上面的这些小动物了哦 在房子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根那个屋脊 我们称他做大脊 会称做正脊 在正脊的左右两侧 都会有两条斜斜的斜脊下来 这样屋顶好像就会有一个形状出来了 对不对 那用正脊跟斜脊的交叉的地方呢 会有一只比较大的一个动物的头 那个头呢 是用嘴巴去咬住那个这三个脊的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屋顶的三个脊就好像会比较容易被固定住 这个咬住的这个动物呢 瘦手哦 我们称他做吃蚊 吃蚊呢 这只动物呢 他也是龙的儿子哦 那这个龙的儿子呢 他的特性是什么呢 他好火 也就是说他喜欢火这个东西 那木造房子最怕的就是火 所以呢 就把吃蚊放在这个屋顶上面 这样子呢 就可以避火 因为一稍微有火的时候 这个吃蚊会把火灭掉 所以这是放吃蚊的一个用意哦 然后沿着这个写几往前看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整排的小兽 那算一算啊 在这个国家戏剧院前面的小兽 他有九只 那九只呢 他分别 他有一定的排列的顺序哦 他叫做龙凤斯海马天马 酸泥鸭鱼蟹字斗牛 这九只 在真正的这个太额垫上面呢 他是有十只的 那因为他还有最后一只是杭石 所以说中正纪念堂这个圆区哦 他只是借用了古代的一些元素 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的使用 跟太额垫或者是饱和垫 一模一样的这些形式 来把它放在这上面 因为我们在国家音乐厅上面的小说 大家算一算哦 是只有七只 那在北京的呢 他有九只哦 所以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两栋建筑物讲完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中间的这个自由广场的牌楼了 大家可以算算看 他是几间几住呢 他有五个洞应该就是六住五间 没有错 然后他有几个小屋顶 五个 不对 大的有五个 另外还有更小的 他有六个 所以一共加起来就有十一个 就是在屋顶跟屋顶中间下面 还有个小屋顶 对对对 那上面那五个大的呢 他分别有不同的名字哦 正中间的叫正楼嘛 那也叫明楼 最左右两端大一点的呢 我们叫他做边楼 然后再另外呢 正楼跟边楼之间的呢 我们就叫他做次楼 那另外呢 那六个小屋顶哦 我们就称他做夹楼 因为他被夹在正楼边楼跟次楼的里面了 所以他称为夹楼 那这个自由广场这个牌楼哦 目前是台湾最大的一个牌楼 它有多大呢 它的宽呢 有八十公尺 高有三十公尺 那六住五间十一楼 这样的一个牌楼呢 在牌楼的这个规格上呢 也是最高位阶的哦 以前呢 大概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 六住五间十一楼的牌楼 然后呢 我们看完两厅院跟牌楼之后 我们就要转身面向我们的 中正纪念堂的主题建筑了 我们看到的是一栋房子哦 它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有屋顶 然后屋深 跟最下面的台积 我们说了 不同的屋顶 有不同的规格 然后不同的位阶可以使用 那再来呢 台积呢 它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 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呢 其实也是有的 那我要让你猜了 这个台积的限制呢 是用高度来限制 还是用宽度来限制 应该是高度吧 哦 没错 因为呢 以前我们就规定 在《礼记》《礼器篇》里面说 天子之堂高九尺哦 然后诸侯七尺 代夫五尺四三尺哦 所以不同的位阶 有不同的高度限制 可是在这个最早开始的时候 这个台积它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并不是用来表示你的位阶高低哦 它的功用是什么呢 你知道以前的人哦 是坐在椅子上还坐在地上 椅子上哦 没有 以前的人是坐在地上的哦 嗯 汉朝以后哦 才有椅子哦 以前都是坐在地上 席地而坐 所以三国时期的那个 竹林七贤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叫姬康哦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为邦不入哦 以避正乱之祸 居避爽凯 以远风堵之害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有很动荡不安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旅游啊 你不要进去有危险 你居住的地方呢 你就要住在比较高爽的地方 免得你会有一些风丝病痛嘛 不见得有这么多高爽的地方 让你去盖房子 既然自然条件不允许 你就要自己去创造一个高爽的地方 所以就有了台积 所以我们就会把房子盖在台积之上了 那只是后来呢 又有了封建制度的这些观念 所以我们又把这些东西呢 就有了阶级地位的划分了 那再来我要问 你说高度有限制 那宽度没有位阶上的限制 但是呢 还是有一点点限制 它限制的是什么呢 你认为这个台积它的宽度 要比你的屋顶宽 还是要比你的屋顶窄 当然要宽哦 这样才会稳固啊 这样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如果你比你的屋顶宽的话 你的屋顶啊 下雨的时候呢 那个雨水就会滴到你的台积之上啊 滴水穿石啊 你的台积就会被腐蚀掉了 所以虽然没有宽度的限制 但是一定屋檐呢 要伸出你的台积之外的 哦 这样水滴才可以滴出去 对 没有错 然后呢 接连这个台积跟地面的呢 是阶梯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我们都会说阶级意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你如果你的台积比较高 你的阶梯是不是就要比较多 因为它是连接台积跟地面的 所以这个位阶越高人 他家的台积就越多了 所以阶级就越多 你的阶级意识就越强了哦 那我们以前的这个阶梯哦 它称为踏步或者是踏躲 一级一级的踏步和踏躲 然后呢 一整条的阶梯呢 我们称它叫做单阶踏躲 如果有两条阶梯呢 我们就称它做双阶踏躲 那如果三条阶梯呢 就三阶踏躲了哦 错了 三条阶梯呢 我们就称它做连三踏躲 那我现在让你猜一下 那最早开始呢 我们的这个台阶哦 医护人家它会有几条台阶呢 一条 两条 还是三条 一般人家应该一条就好了 在这个礼记哦 里面它有记载哦 这个以前开始哦 我们的阶梯是要有两条的 为什么要有两条呢 我们现在会说 这个我请客的时候呢 是我做东吧 不是说我做西或做南或做北 就是指我做东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里记里面记载叫做 主人就东阶 客人就西阶 因此如果你要请客的时候 你是做东 因为你是东到主 你是走东边的台阶的 所以以前开始呢 就是有两个台阶 但是有两个台阶 我们中国会喜欢讲单数嘛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小兽呢 会出现13579 你的关呢 比较高的话 你的小兽比较多 它也是从单数出现的 所以说我这个阶梯只有两阶的话呢 我就没有符合到这个单数的这个东西了 为什么是单数哦 因为中国人单数呢 是讲的是阳数 然后双数呢 我们讲的是阴数 那人呢 是要住阳宅 所以我就要单数来的阶梯 那我现在两个阶梯怎么办呢 我就创造一个中间的这个斜坡了 中间的这个斜坡呢 就叫壁石 后来我们给皇帝走的呢 也是走中间的这个斜坡 那皇帝一走啊 就会这个是有龙了 所以他就变成御路了 因为皇帝穿的衣服我们叫龙袍 那椅子呢我们叫龙椅 所以他走的道路呢 我们就叫做御路 所以只要是皇帝走的御路呢 上面就会有龙纹 那皇帝怎么走在这个斜坡之上呢 好像有点困难哦 除非他用爬的 这样子就很为难皇帝了 所以说呢 皇帝是坐在轿子上面 轿子呢 是沿着这个斜坡上去 然后两边呢 阶梯是给教夫走的 这样皇帝就可以 腾云驾屋般的走在这个御路之上了 这样一来呢 我们也就达到了这个三阶阳术的这个功能了哦 那只是中生经验堂也有这个写波 可是我们用的不是这个龙的图案 我们用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徽哦 所以很多人会误认为哦 他是龙然后是御路哦 我们认为他只是一个单纯呢 就是使用中国古代那种阳术的一个构想而已 所以那个御路就是让皇帝坐在轿子上腾空过去的 没错 不是用踩的 没错 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阶梯呢 他两旁边 两旁边呢 如果我们的阶梯不高的话 我们就会有斜斜的两条哦 这个斜坡 那那两条斜斜的那个我们叫锤带 如果阶梯很高的话呢 你会担心哦 他会跌下来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扶手的地方 那个扶手呢 我们就称为寻藏 然后呢 寻藏的下方呢通常会有一片哦 那木板一大片 那一片呢 我们就叫他做蓝板 这样一个阶梯就完成了 然后在阶梯的前面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有两座狮子 那大家应该都会分呢 狮子的公的跟母的对不对 应该大概看得出来 母狮好像旁边都有小狮子 对 因为他代表的是母爱 那公司呢都会踩一个球 那为什么要踩一个球呢 他代表的是权力哦 权呢 圆球有点是掌握乾坤的那种感觉哦 所以公司呢 他要踩的一个球这样子 然后呢 在这个狮子的下面呢 下次不管各位到什么地方去看哦 神像的下面也会有一个底座 然后狮子下面有一个底座 这个底座呢 我们都称他做虚弥座 那他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 所以这个虚弥座呢是相传哦 在印度有一座山哦 他被称为虚弥山 那虚弥山是宇宙间哦 最高的一座山 所以呢 佛教呢就会把这个神像 放在这个虚弥座上面 以示尊崇 因此呢 以后我们只要是对这个东西呢 有一点尊敬的意味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他下面放了一个虚弥座 好 沿着这个阶梯 我们现在往上走哦 就会到我们的四楼的一个同向大厅 大家不妨算一算看哦 我们的阶梯 到这个同向大厅里面去的时候呢 有几阶 嗯 如果我猜应该有100阶吧 嗯 好像100是一个完整的数 对不对 其实哦 他只有89阶 为什么做一个这么奇怪的数字呢 因为 中正经验堂的阶梯往上走 事实上有三个地方都可以往上走 唯独正面的这地方是89阶 因为哦 蒋中正先生是89岁过世的 那另外左右两边也可以往上走 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到堂内 那那两边呢 都只有84阶 那是进去到堂内呢 还有另外的五阶 因此呢 一共是89阶 哦 原来呢 他三面的楼梯都是84阶 那要进去大厅还有五阶要进去 对 没错 听的朋友自己去看一次就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要进到我们的四楼哦 铜像大厅的地方 那我们的铜像大厅呢 里面呢 头要往上抬 会看到一个着景哦 铜像大厅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古代的建筑里面呢 常会出现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宫殿里面会有铜像 第二个呢 是寺庙的地方 第三个呢 是在这个宗祠 也就是池塘 家庙 家庙的那个池塘 铜像 铜像又叫做奇景 它奇呢 是奇力的意思 华丽的意思 它是工匠表现自己记忆的地方 所以通常会设计的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是用斗拱哦 内缩而成的 所以呢 你由下往上看 它就很像一个景一样 那宋朝开始呢 我们会在这个藻井的旁边呢 雕刻上很多这个水藻纹 那寓意呢 是可以压制这个火的意思 所以它叫藻井 那这个藻井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 宫殿的建筑里面出现的时候呢 藻井的真下方呢 那会放的就是皇帝的座椅 那如果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庙里面的话呢 它的下方呢 就会放的是这个庙里面主要的神 可是如果在这个池塘里面的时候呢 你觉得它的下方放的会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以前的这个池塘是有很多功能哦 它其实是一个聚会集会的场所 通常呢 有重要的活动会在这个地方举行 然后会在这边发表一些重要的事情 但是也是一个娱乐的地方 所以它的下方呢 放的会是舞台 所以会有戏剧的表演 会在这个舞台之上的 所以藻井的下方呢 是舞台 然后呢 中生建筑的这个藻井哦 它上面放的是一个国徽 很多人会把这个国徽哦 跟中国国民党党的党会哦 分不清楚哦 分不清楚哦 那你知道国徽跟党会 你要怎么分吗 不太会分呢 看起来很像 对 没错 下次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是国徽呢 我们的十二道光芒哦 它是不会到顶的 它只有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就会停下来了 如果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会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十二道白光哦 会到顶哦 所以呢 下次大家来中生建筑看一下 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藻井的上方哦 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徽 另外呢 藻井还有一个名词哦 它叫做蜘蛛结王 因为你看它是不是一个很像一个蜘蛛王一样呢 对 那为什么叫蜘蛛结王哦 因为这个相传哦 朱元璋哦 有一次这个被打败的时候 他就逃到山里面去了 然后他在山里面的时候 他就发现呢 有一个小山洞 所以他就躲进去小山洞 可是很快的呢 这个后面的追兵就来了 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山洞 可是没有进去 他就继续往前跑了 为什么他没有进去那个山洞呢 因为门口有网子没有破了 对 没错 为什么叫蜘蛛结王 就是因为呢 有一只蜘蛛哦 他在这个洞口呢 织了一大片的这个蜘蛛网 那这个追兵就想 如果刚刚有人进去的话 蜘蛛网就会是破的嘛 那现在这蜘蛛网是完整的 因此表示 这朱元璋是没有逃进去的 所以呢 他们就没有进去搜查 继续往前跑了哦 那所以朱元璋因为 这个蜘蛛网的关系呢 就救了他 因此他登基之后呢 就在他的宫殿的上方呢 就做了一个这个枣井 也就叫做蜘蛛结王 以示呢 这个去纪念 当初救他的那只蜘蛛 哦 如果是民间传奇 就会变成说 朱元璋他是真命天子 连蜘蛛都来救他 可能可以这么说哦 诶博老师 可是你介绍完了 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到户外去看看现场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走到外面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到 中正经验堂现场去看看了 到了现场 果然在两庭院的正上方看到 有一排哦 一个是九个一个是七个 第一个好像叫仙人骑凤是不是 哦不对哦 他不是仙人骑凤哦 他是仙人骑鸡 这个道家仙人为什么要骑鸡呢 因为鸡啊 对应到天干地支里面的地支的时候是 有 就是子丑银卯成事五味生有 对应到有 有呢是金 金木水浦的金 我们说金生水 水就克火 因此我放了那个鸡在那边呢 我就会生水克火 然后我这个房子呢就可以避火了 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兜兜转转都回到说避火 这个房潮房住 都是有这些寓意存在的 再来我们就要提到那一排小兽 那一排小兽呢 这个也是有一些官位的象征 因为他是有单数出现 就是你官位越大 你的小兽的数目越多 他是用13579出现的 那9呢要皇帝才能用 那其他就是官位越少 你的小兽的数目就越来越少了 然后北京故宫真正的太和店 他除了这9支小兽以外呢 他后面还多了一支叫杭石 那我们的国家戏剧院呢 就只有9支小兽 但是我们的国家音乐厅呢 他的小兽数目就比较少了 那他是只有7支而已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 跟饱和店一模一样的 他也是只是外形上比较像 那北京的那个故宫的这个饱和店呢 他就是有9支小兽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两厅院 那我们就回过头看到这个国家音乐厅呢 他为什么叫做歇山顶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他前面有一个蓝色的山花以外呢 那歇是休息的意思 山就是这个小山 所以你看到这个国家音乐厅的这个屋顶 他前面呢 这个斜戟往前斜的时候 他有停顿 停顿之后呢 他的这个戟呢 不是往前直走 我们看右边这个 他就是往45度角的地方向前了 所以那个就是顿一下再往前了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三支形了 所以这叫歇山顶 如果我们往前直走的 我们叫垂戟 那顿下来再往前走的那一小段 就叫做呛戟 那刚才说垂戟有垂瘦 那呛戟呢 那一支比较大的 也就叫做呛兽 不管是呛兽或垂瘦 它通通都是中空固定 让后面那一排屋瓦 不往前滑动的意思 讲完两天一夜以后 我们就看到前面的这个自由广场的牌楼 它叫五间六住十一楼 五间六住十一楼呢 其实这个自由广场牌楼啊 在我们台湾是算是目前最大的一个牌楼 它有多大呢 它的宽有八十公尺 高有三十公尺 那五间六住十一楼 这小楼的名字呢 正中间的我们刚刚说过是正楼 对 那两边的我们说的是什么 边楼 边楼 然后夹在正楼跟边楼的那两个呢 就叫做次楼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算到有六个小小的楼 对不对 它被夹在里面了 所以那叫夹楼 五间六住十一楼呢 这是目前牌楼等级最高的 所以大概是皇帝的等级才能使用 五间六住十一楼 好 那讲完牌楼 我们往我们的后面转正过来看 这是我们中正纪念堂 这个楼梯要往上走 回到我们中正纪念堂的这个正堂里面去了 这个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中正纪念堂是盖在一个三层的台积之上 那台积跟这个地面连接的楼梯 我们这个叫做阶梯 所以台积越高的话 你的阶梯数就越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会说阶级意识 因为你的台积高 你的阶级高 你的位阶就高了 所以阶级意识就是这么来的阶级 但是有一个呢 台阶 如果以前呢 他这一级一级的 我们叫他做踏步 也叫做踏躲 如果你的家里只有一条 那叫做单踏躲 踏躲的两边呢 斜斜的 我们称他做锤带 如果一条台阶可以上下 叫单阶踏躲 如果两个呢 可以上下呢 我们就叫双阶踏躲 如果有三个呢 就是连三踏躲 周朝规定 这个寺跟大夫都可以 就是堂前有双阶踏躲 然后我们说我们这个门钉 我们也是酒的杯树 然后我们说我们这个小寿 也都是单树 因为这个单树 基树啊 在中国称为阳树 然后藕树 我们称为阴树 那我们这个人住的是阳宅 所以我大部分都希望是单树的 但是我现在的这个台阶呢 我既然是双树的 那怎么办 就没有办法这个复合阳树的啦 因此我就中间多了一个斜坡了 这个是这个斜坡的由来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造成一个阳宅了 但是后来这个斜坡呢 很多人称他做御路 因为他是给皇帝走的路 那周恩经验堂的这个斜坡 是斜坡道 出现的是一个国徽 我们再讲到这个台基 那个台基哦 那台基呢 他也是有一定的规定 从我们现在最出土的一些文物里面 可以知道 距今大概四五千年的时候呢 在黄河下游有龙山文化 就出现了台基 然后呢 周朝的一些记载里面呢 就有说到就是说 有以高为贵者 天子之堂高九尺 诸侯七尺 大夫无此四三尺 所以你的台基越高 那你的胃结就越高 所以呢 这个是台基他开始的一些规定 但是呢 台基最早开始呢 是有其必要性的 因为呢 你知道以前在汉朝之前 中国人是洗地而坐的 对 三国时竹林七贤有一个激康 他有说 唯邦不入 以避正乱之祸 居避爽凯 以远风毒之害 也就是说 这个国家乱的时候 我不要去 但是呢 我居住的时候呢 要居住在高爽的地区 所以我盖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先找高爽的地区 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我就去制造一个这样的条件出来 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台基了 这样呢 我就会可以居在爽凯之地 所以台基是这样子来的 然后 有了这样子的台基必要性的时候呢 又变成了一个台基的一个阶级化分了 所以后来呢 这个官位高的人台基就高了 那它中间这个画谱的设计 有什么代表意义呢 其实啊 因为原来这个地方 这个画谱它是 我们刚刚讲蓝色的屋顶嘛 白色的墙面 但是这个原来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这个是如意形的花坛 它是红色的 整片都红了 对 就是它的如意形非常红 所以叫青天白日满地红 但是因为后来随着四季的演变 你的红就没有办法那么红了 因此这个满地红的情形 就不这么的明显了 所以这个如意的形状 它的花会跟着四季的交替去种不同的花 对 就是基本上还是维持红色系 对 但是它非常暗的红色 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去讲它是满地红 因为看不出来它满地红 所以难怪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花谱一直在整理 就是为配合季节 对 因为它其实 你像这种 你长高了也就不好看了 因为它是一种装饰性的 所以要矮矮的 老师在这边担任解说志工多久 五年 我退休以后就来 那是都对蚊子这方面 还是什么都讲 我是蚊子 就是堂内的蚊子跟这个骨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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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